复我者得占居 丹麦新法案没收难民财物 丹麦议会周二通过了一项极具争议性的法案 对于来丹麦寻求庇护的难民 当局有权没收其财物 以偿付其住宿费用 该法案通过后 丹麦当局将可没收价值约1万克朗的财物 约合台币5万元 丹麦移民局表示 可没收的财物包括现金 手表 手机 电脑等 而具有情感价值的财物 如婚约戒指 家庭照 奖章 或奖牌等 可予以豁免 新法案对于移民皆亲人入境的限制更加严格 原本入境一年者即可申请 现在变为三年 2015年 集有21,000位移民入境丹麦 这项法案的目的 也在于限制难民进入丹麦 此种做法备受批评 但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新法案太过分了吗 还是其他国家也应该跟进呢 在一起 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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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